好的 欢迎回来 今天又是我最喜欢的迫害威力王的环节 当然迫害人不是我 依旧是小孩 对吧 但今天也没那么容易 因为本来这是一个围攻光明顶的赛制 小孩打三问 但是到了威力王呢 由于威力王中国第五的特殊身份 所以他有个特殊的优待 他可以指定小孩用三个角色 通过我对威力王的了解 他肯定是在前一天就已经准备好了 让小孩打哪几个角色 然后彻夜去研究该怎么去对策 所以今天的威力王呢 他就是跟他的名字一样 叫做有备而来威力王 做足了充分的准备来挑战小孩 我只能说不愧是曾经的职业选手 这种职业素养彻底拉满 先让小孩选三个最弱的 然后再研究对策 就这样还不赢 怎么能对得起他中国第五 当然也有些新的观众会有一些疑问 为什么威力王中国第五 之前也没看过他打过拳皇 对啊 他是这个结霸的中国第五 跟拳皇关系也不是很大 好了 这个转瞬之间呢 你看通过昨晚的对策 对吧 小孩上来的第一个安琴儿已经倒掉了 现在来到了第二个比例 看一下威力王怎么操作 没有血量 没有血量吗 赌对好 上来就乌鸦坐飞机 这个是威力王的经典难民招式 对吧 威力王不知道干什么时候 他都会找一手可以赌的招 随便丢一个 但现在这个血量比较少 小孩那边也不太愿意出击 威力王一看 刚才偷成功过了 现在再偷可能会有点难 他决定防守 防守是没有出路的 这会直接被一脚抬走 好 接下来威力王这边呢 是要使出自己的绝活了 一个草屁一个八神 对吧 威力王以前也是大口的关门弟子 所以他在选绝方面呢 他会失臣自己的师父 对吧 有一个草屁手底 一看那个草屁就造诣颇生 对吧 生龙 哦 好家伙 生龙见切的有点好 第二发呢 你敢再生吗 不敢了 好小孩这里飞天还来 再压吗 哦 热百合折 直接就中啊 经典换边反打一大套 这波进来强调 比利会比较难啊 威力王也是有武功的 跳四一打中啊 小孩起身疯狂抢下段 这波不知道是有意而为 还是无意而为 这个感觉小孩有在鼓励威力王 对吧 好好打 有智慧 现在已经是来到最后一个角色 达力 达力是一个高爆发型的角色 手上气还是很多 跳地命中 好 威力王这边攻得很凶 但是没有找到自己明确进攻的方向 到底该攻了 啊 威力王表演了一首独自升天 致敬小孩的广世生龙 这里突然又出了一首葵花 威力王可能有点找不到自己的一个出刀节奏了 哎 下期摸奖摸中了以后打到咖 再接上一个三连 小孩这边出现一个大失误 威力王的确凡也毫不含糊 难道直接穿掉 威力王今天人生的高光时刻来临了 这套连段有东西啊 这个该打满的时候还是打满 我觉得小孩还是有放水仙 也这个升龙出的是如此的随意 好了现在来到第二局了 我觉得小孩这边这个秦义也已经进到了啊 接下来就要开始给威力王上课了 现在威力王这边上来就直接进墙角坐牢 跳进又风动对手的一个起跳 接下来开始了 反便疯狂的压制前跑前跑不断的做取消 这种手啊是真的快 虽然角色不强 对吧 但是那种打的套路你能看得懂吗 不一定看得懂 威力王这边开始敞了 再来再一个取消 打一个中断 中断完了以后再接一个头 威力王表示 这有完没完 没完了是吧 没完了是吧 下断接中断 中断接下断 然后好不容易防住了就是一个头 哎呦 头有那么点痛 主要还是这个角色 他没有生龙 要是刚才换上一个草剔一个八神 对吧 我有一手生龙我可以解个威 那没有生龙 那真就是很痛苦很折磨 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非要选一个弱角色再放在上面 这个算是让一手吗 你对小孩还能让一手这件事情 非常的可怕 威力王确实很有自信 威力王现在只能通过自己的葵花来做摸奖 看看能不能找到智慧 先给到一手头 好的抓动对手的一个AB 还行 跳C压进去了 威力王开始 好 停一排葵花抓乱动 这边又被抢空下来 下段命中 这一波 又要进入到一个循环的压制 不知道这一次威力王起身会不会升 先来一个逆上 下段 好 威力王果然升了 威力王想明白了 他的一个出路 可能就在这个生龙上面比较关键 没有这个生龙不太行 一手 哎呀 好家伙 给你机会 你打不中 小孩的妹又开始了 威力王抢中一个挑递 哎 有机会 有机会 要打掉小孩了 小孩 打掉了吗 还有一丝血 威力王又生 发泼 不错 好 想要磨血 这个血有点多 威力王可能看错血量了 他把自己的血量看成小孩的了 自己的血量这边是一丝 对吧 一个生龙确实可以磨掉 这个赌命的生龙 连我都要看出来了 没办法 有时候你在面对这个 实力有碾压的情况下呢 你这个赌生龙的意图就会越来越明显 你会被人看出 好 这个最后师父的绝学来了 草屁 跑 一手毒药直接抬走 摸了一手大奖 终于把对手的那一思学给解决掉了 感觉神清气爽 不被穿三 其实就距离胜利走进了一半 对吧 好现在 威力王这边手上还有个武器 不要小看那个武器的草屁 万一真让他打中了 对吧 你看 威力王这种毒咬摸大奖 好家伙这种能中 这边奥了一手大 来做一个对控 因为没有生龙的关系 所以这些角色要去奥一个无力技 只有焦气了 比利 诶 差别点撞 这一套要直接带顶点吗 还真有 比利的顶点我这辈子第一次接 说真的因为这角色也没人用 这种小孩被迫使用的情况会比较多 好了 威力王现在背水一战 这武器用不出去 啊 好痛啊 心心太痛了 武器就是用不出来 有件事不上 说的就是这种 好了 现在又到了第三局了 这个威力王正在努力 很努力 然后吃到一个对控 绕身后 威力王直接抢头 反应还是很快 好家伙 威力王再做了一个取笑 看起来很秀 熟练度看起来很高 不知道是不是曾经全后两千 也是玩拉蒙的 那现在小孩里面又开始了呀 前跑戳下段 下段戳 戳完再踩中段 哎呀哎呀 哎呀 威力王这边找到方法了 赶紧点下一猛抢 威力王现在的防守已经陷入到了一种 我什么也不想了 我就赶紧抢 不要让他错我下段 威力王好的 一个跳C的出门了 威力王终于想明白了自己的一个出路 冲过去一顿猛打就是没有连段 纯纯的准备用散打干死我还 就是疯狂的点下段了吗 威力王现在怎么办 哇突然乌鸦坐飞机命中好家伙 哈哈 我真的被驾招了 驾招完了以后再来了一手烂命走姬 这个对吧 用烂命走姬致敬威力王 我觉得非常合理 威力王在杰把最擅长的就是用走姬 他现在被走姬带子 这何尝不是一种致敬 好现在到了这个八神 不知道八神哥面对这么一点血量 能不能搞得定 我觉得应该可以 你看那个安琪尔的伤害是很低 这角色为什么没人用 他看起来压起来是很凶 这个伤害也是非常的糟糕 跳C下来打一套 又是一个动弹踩动 踩动完以后就是一个头 威力王对于这一套没有任何的办法 完了呀 上前了呀 再一脚踩过去进墙角了呀 启车升 没有 这都不升 威力王抓中小孩一个打逆向的失误 终于是下比起手打了一套基本连段 终于把那这一小段血给解决掉了 非常的不容易 此刻威力王内心还是得到了一定的满足的 至少不穿三就是胜利 好劳比利上来 跳C的命中 可以 又是一手飞天 飞完天以后再接一套 感觉要没了 要接大嘛 不急 小孩决定省一下 自己用一个魔血 省一下 确实也不重要了 拉开一点距离 威力王此时应该不会想到要去交生龙 但我觉得交生龙应该也是一个想杀 还是要死 那接下来威力王就师父保佑了 对吧 这草鸡精一上场又是一个武器 不要像刚刚那样含恨而终 不要带着遗憾离去 赶紧用 赶紧用 有什么用 直接 EX的这种荒咬就用出来摸大脚 又被对空 怎么办 好 直接摸中一套 来 再来下团戳起来跳鼻 大高了呀 这有点太着急了吧 这么早就出了一个跳鼻 还有点担心小孩起跳 难受 威力王现在开始 连续的摸脚 好 EX的荒咬终于来了 对吧 呆霸体的 就是要这样子摸 往死里摸 威力王最擅长的觉寻 对吧 难命 直接气势如何往前冲 冲过去就是一个独咬荒咬 来 招气势的 哇 CD对空 我是没有想到 威力王还有如此绝妙的招式 好 接下来就到了这个对手最后的达力 达力这边手上已经四七要接近了 那接下来就有可能要顶点一套了 那威力王这边怎么办 你的气质用不出来啊 完了呀 这里怎么上来吃了一刀以后一个顶点 要被砍死了 来了 就要开练剧了 达力也是我这个试魂很喜欢的角色 我当时也很喜欢他这个大招 当然这个试魂里面好像不是那么玩 好 那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呢 这个以威力王被迫害而告终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当你看到这个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具有国际眼光的 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